近来中国自行车在欧美遭抢购的消息 让中国的自行车产业备受关注 河北省广宗县是国家级自行车 铜车级零部件出口基地 这里的自行车小镇 有自行车铜车级零部件加工企业350多家 约60%的产品远销非洲、欧美、东南亚等30余个国家和地区 6月19号 记者在广宗县一家自行车厂看到 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忙碌着 据自行车厂的负责人介绍 他们今年春季的订单是去年同期的5倍 现在我们的员工加班加点赶时间按合同交货 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做200万台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家自行车企业的展厅内 一辆只有7公斤重的自行车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这辆自行车的车架由铭合金材料制成 铭合金儿童自行车 它的重量是高碳钢自行车的三分之一 是铭合金自行车的三分之二 它的耐力和抗壮力是高碳钢自行车 和铭合金自行车的两倍之上 据了解广宗县自行车及零配件的生产起源 于上世纪70年代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 广宗自行车产业都是以代工为主 经过40多年的发展 自行车产业已成为广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 全线自行车产业从业人员超过5万人 年产各类自行车同车3000多万辆 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达到48家 自行车行业也摆脱了低价竞争模式 涌现出一批自由品牌 近年来广宗县政府先后与北京理工学院 签订校服企三方战略合作协议 成立了中国广宗自行车研发中心 加强正产学研合作建立了自行车大数据库 助力自行车产业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为目标 形成及研发生产交易展示体验赛事为一体的 具有世界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自行车同车产业基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